45年前吧 我就来过这个凤凰古城 它没有像现在美洲基建就是这种旅派啊 为什么要全部一起竞争同一个行业 影片开始前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小小的鼓励 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给个赞哦 谢谢 各位朋友 我们正式来到赫黄鼓震 看这个 凤凰吃福光光 开始 难道现在已经有一个火车可以直接去看凤凰古城 它做终点站的话大概需要22分钟 看能够到雾桥吗 可以的 这个持福是最近才弄好的吗 去年10月份 哦 是新的 这样已经没有看过了 我们最后决定做滴滴 因为滴滴的话票价才20多人民币包 这个持福光光快线啊 一个人要30多块 所以两个人加加60多块 你们如果只想看景色 其实也是可以try一下它的这个火车 然后我们因为不是很方便 我们要去check-in酒店 我们到凤凰古城哦 所以去旅行一定要带男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可以帮我扛 这里真的是比福龙镇比较大 哦 是这一位 维度江景对吧 我们是找不到住宿在那里 你们是在这里的 哦 那边 好 谢谢 又是一些楼梯楼梯 这里其实拖行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我们可能住在比较外围的 到了 OK 我们今天住的民宿叫做维度江景民宿 中吗 还好 这里没有电梯 因为他说民宿都不能有电梯 这间房型可靠到一条那条河 嗯 我身后就是一个全身玻璃 可以看到整个景 之间你可以有一个擦心的领景 啊 这里是安放行李的地方 这边还是蛮好的 就是我们一直住和住宿哦 都没有到安放我们自己的行李 这边的空间很大 这边是很方便 OK 坐着穿鞋之类的 小杜 小杜 来咯 开首歌来听 好的呀 一首中国风的分手之前送给你 分手之间 好移默哦 就是蛮多的那些中国的民宿啊 都有配置这些智能管家 可能我们住的有啦 比较阿达的才有 然后这边是他的洗手间 哇 大一下其实 很大就非常大 茶杯啊 这水器 牙刷之类的东西 你按那个 这个还是会开灯的 诶 不能 可以我啊 哦 这里是 淋浴间跟浴缸 浴缸外面 在空缸的时候 还是也是可以 欣赏到这个美丽的将军 后面那边应该就是 厕所 诶 是智能马桶啊 智能智能 智能马桶啊 有捆出热 哦 也是有捆出热 可以洗屁股的东西 可以洗屁股 可以吹空干你的屁股 淋浴间跟你的厕所是分开的 我的房间就这样开箱完啦 我还蛮喜欢这个房型的 啊 住的空间很广阔 设计上是有点现代风 不是那种很富贵的风 它这样一碗是488元 蛮高的 可是它的空间大啦 然后还可以看将近 其实在凤凰古城 蛮多民宿可以选择 这真是太多太多了 我在选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烟花缭乱 可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个房间的外面过后 我其实有一点小失望 我还以为会看到那种高角楼啊 或是可以看到雾桥 可是我们这个房型 看不到 很多很多的民宿 是可以看得到那一个高角楼的 那个景色是非常美啊 广平又不是很好 就讲说可能会肮脏啊 或者是有一些昆虫啊 选择上可能我们会选择更加 属于干净一点的 所以这间的话是属于干净舒服 如果你们要那个view更好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在里面再找 因为现在这个时期不是旺季 它有很多选择 来到这里才订也是OK 只是旺季的话还是要提早订 而在张家界居住的时候 一样这间民宿的老板 也是会非常乐意跟我们解说 就是这个凤凰古镇 该怎么走和怎么玩 这么大的啊凤凰古镇 你夸张我看 连身裙啊 我的连身裙 我这样子穿着走啊 这是桂花糕 对对 这样子穿四片 这只会饿吗 一点点 我可以测一片 水浆可以测一片 麦芽糖这样的 我以为是那种 脆口脆口的 那种咔嚓咔嚓的那种口感 所以你像那个什么牛炸糖 不是牛炸糖啊 那种麦芽糖啊 有时你可以在河边就是很像 像他们这样 又先又先又摘 看着一个河边 放松 要不然的话 对面那边呢 所有的那些船子嘛 你都可以租船夫 带你游河 一家小店 肩饱肚子 多多在探索 不错 这间不错吃哦 它的面蛮好吃的 加一个辣椒 我们就是来自当季来的 所以整个凤凰古城还没有到很热闹啦 加加上今天又是拜山 所以人就相对的更加更加的少 而这边的建筑风格 我其实和福隆古镇大同小异 只是这里更大 可以看到这整排哦 都是民宿啊 各种各样的选择 突然觉得我订的那间离 那个热门的景区有点远 我还要走着一个十多分钟才到 啊 为什么会订的这么远 突然好处是那边会比较安静啊 不过如果你喜欢热闹的区域的话 可能可以住里面一点 就等一下我们会去到的地方 我觉得没有差 走多一点减肥哦 反正吃量多 其实你们如果没有那个地图也是没有关系 因为哦 其实你走一小段路哦 看到这些地表或者是这些指示图 带你去哪里啊 走哪一条路会比较好 它每个字都有一个韩语的 这里很多韩国人来 哇 你们看 不过你们可以看到啦 但是我是看到有鱼在那边游动啊 这个代表它的水是真的很清澈 怎样保持到这样清澈啊 看 这边真的是有很多建筑物的 不过这边水真的是很容易保护 这样子看下去哦 像一个镜子这样子反射那个球 我们来到了第一个打卡点 这边是凤凰古城必来的一个打卡点啊 这个就是叫做万民塔 很多摄影师在那里拍照 如果你不想拿这边的里拍的服务哦 你可以去偷瞄这些摄影师他们在里拍 你就跟着他脚步走OK 这间里拍店超级气派的 这里超多家里拍的 还有很多服装这种组件服装的店 包服装 包化妆 包牌照 刚才我问的一家就是 可能你在比较偏僻啊 比较热门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的店可能可以 二三十块就可以接到那个衣服啊 刚才我问的是它是讲五十啦 可以接整到几个小时 自己拍的那种 不是很想要 然后就讲二三十也行 所以他们的底价 应该是二三十是可以撒到的 随着在那边逛逛 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小吃店 可以让你买来填饱肚子 发膏 发膏啊 我看起来就好像很保将 发膏啊 你给他退火退火 他怎样可以退 发膏啊 发膏啊 你也要找生活吧 哇 他的虾是活下来的 我们现在走路去第二个 蛮出名的大咖店 叫做跳岩 这个红桥也是蛮出名的 跳岩的附近有一间咖啡店 在那边休息 哎 哈哈哈哈 哦 旅行社都是来这个区 我们住的区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这里是比较热闹 哈哈哈 很热闹 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家的民宿 真的是好有感觉 虽然是他的空间不是很大 不过他是台房 他们是去的那个街街景 还有他的地理位置都很好 而且一碗才四百八 哇 够有所需吧 对对对对 那边比较安静 他的房间大 这间房间虽然是小水那种 比较Vintage 可是我们很喜欢做风格 下次还是不要先订 先来看一下 这整个小巷有超多这样进发 而且都是今日有花 今天来的咖啡店 叫做银汁咖啡 这一个 这一个这一个 还有一杯水 还100 银银银银 昨天有一个锅 它那个198 这个是冰冰冰冰 这个锅从中标准的啦 冰冰冰冰 这边的景色是真的很美 美到不像话那种 整个这样显景 但是这边的商店啊 礼牌啊 文术啊 食物啊 等等一切都是 竞争力很强 而你就会 在路上走的时候 就会看到 我遇到 有人就是会很积极的 一直叫做客 拉丝 所以你有时候 你只是想要就是 静静一个人 或者是和你的家人朋友 独自享受这个美景 看这个风景 而不是 不想有人在打啦 但是 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一定会有人 来问你这些东西 就是每走几段路 就会有一些人讲 要不要帮你绑头发 要不要绑头发 要不要买这个吃 这个啊 要不要那个啊 就一直要回答他们的 我觉得一段路 已经被问了十多二十次 嗯 虽然它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古城 不过真的很商业化 我们拍了 差不多几个小时 现在 六点多 你看现在的人 超多 很多人穿那个服装拍照 这边其实有两种拍照耶 一拍 一种就是那种配套的 另外一种是街边 一浪子是一次的 这边也是另外一个打卡点 这个叫做北门城楼 这边也是另外一个打卡点 好多店出租苗服 有五十多啊 六十多啊 八十 记得一定要砍价 一定要砍价 你不砍 就是他砍你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已经走到角村了 怎么这个地方这样打 在我们走到的地方 叫做东震津 其实这条路是通往前去 凤凰古镇广场 这一个区哦 这个L其实有很多小巷啊 很多的道路可以走 整个迷宫这样 所以今天你们 如果是第一次来就走大路 会比较好 不要走这些小巷 看等下你走不出来 嗯 大概有四五年前吧 我就来个凤凰古城 他没有像现在这样 美洲几间就是这种旅派啊 就是这种旅派啊 就是这种汉服 那种苗服的服装 都是比较多次的小吃类 然后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那种小吃啊 或者是民族的东西 感觉找不到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啊 为什么要 全部一起竞争同一个行业 好赚啊 对于我这种 不是很爱拍照 我认为这种 这比较多钱的这种旅派店 这个地方开始有点超级的 这里就是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我来这里就是我们的拍照 究竟生意好吗老板娘 还行吧 疫情放开了 总是看到一点希望 你前几年疫情呢真的是 因为你房租照样要交 然后又没有游客 家里要开销 这里好多那种租借衣服的呀 对 不会太竞争吗 竞争它 但是每个人都要过来拍照 这可以住到三家 嗯 这里还开了很多家 但是你家的还是会有三家 那些租借的以前是做什么的 卖字画的 然后卖服装的 卖服装的 卖衣品的 都改行 好多都改行 对 我们来了一间蛮出名的 很多人介绍 觉得不错 叫醉香 然后老板上介绍讲说 第一个套餐 这样套餐咯 就有一个肉 一个蛋 一个菜 很大盘的菜 才69 包括饭 两到三个人吃了 味道不错 军技实惠 今天我们在芙蓉镇吃 叫辣肉香肠干锅 198只是一个这个 再加一个菜二十多 走过一百两百三十多 嗯 不过那个老板讲 这个是要在美团上订 因为我们外国人 没有办法在美团上订 所以他就给我们现场支付 这样好 不错不错 薄米鸭血糕 它不是普通的鸭血 很够味真的 它的那个酱的味道 它没有鸭血的味道 它没有任何的腥味 就糯米了 有腥味吗 是没有啊 不喜欢它的口感 就糯糯唧唧的 糯米 哇 你看东华古城的夜景 我们真的发现到 每一个古镇 每当他们晚上开庭的时候 整个古镇的样貌 真的是180度的转变 所展现出来的景色完全不同 不过 还是一样那么的美 而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 欣赏鸵江的同时 还会有一个大型实景演出 娱乐大众 你要坐在船上看表演 是要另外给钱的 晚上突然间人流量增加了 好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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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 晚上一堆人在这边拍 看那个光照过来 壁上是一个会动的一幅画 有传经过 哇 烟花啊 好多人啊 这里就是酒吧边 一直排着酒吧 哇 过这个桥都几人 不想行到可以跌下去吗 夜景是真的美啦 不过人真的太多了 我突然间觉得 虽然富隆古镇物价高 不过那边人少 富隆镇人少 是因为 比较少人会住在那边 在丰桥这里也是有表演 我们的住宿好远啊 走了大概二十多分钟 还没有到 不过你可以看到哦 就是越来越少人 吓到我了 嗨 早安 现在是早上时间七点 我们出来赶着去拍照 趁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只去拍一波 早上的古城比较幽默 比较酥 比较爽 比较幽默 我们还以为会没有人 你知道现在才起的班 人一堆 好美啊这里 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里拍出来的照片 是这样子的 现在是八点 我们还要七七八八的 现在去吃个早餐 然后继续 刚才我们在那边试吃啊 先做很好吃 可是买了不后是这种包装 应该是工厂装 比较偏偏 对 然后现在是拿去换 这里的很出名的 辣椒 各种各样的辣椒 可以辣 很辣 香辣 再装成乖乖的 多辣椒 嗯 老板如果买了一罐 要带回去马来西亚 是带得去的 带得去 带得去 可以别人到美国吃辣椒 昨天前天马来西亚的 有买过 啊是啊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 我 这个好辣 哪一个 特辣 收空多价 哦 这个特辣 不过又很爽 这个是你的嘴巴会跳舞 真的吗 还没吃 嘴巴真的会跳舞 嘴巴会跳舞 这个是什么 这是辣子鸡 对 辣子鸡 哦 诶 别人做不出来 嗯嗯嗯 你们是第一家 诶 明门来的 看他快点那么多 你很好啊老板 我去吧 开店买 都买去的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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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配饭吃是吧 对 我们点了一个 爆脚 牛肉酱 真的很下饭 等一下就看来想 我们酒店的附近的屋桥的右手边也是有一个跳沿 这里更少人 这里拍照更好看 这个是凤凰古城的下游 是不是比较宁静呢 这里只能够靠驴来搬运东西出去 他以为我在拍照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拍照 啊 好可惜 啊 这个凤凰古城 其实是有分为三个部分 你可以游玩的 上游跟下游是比较清净一点的 就是不会太热到 然后就比较优先 比较放松 你想热到的话就肯定是在中游 因为中游是所有那些比较hot的景点啊 或者是景区 那边有酒吧街 一条整条是酒吧街 你可以在那边喝酒 可以顺便观看那边 凤凰古城独有的吊桥楼 这一整条242米 晚上的时候 再走上一点就是北门码头 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 脆脆水上昏迷的舞蹈表演 昨天是有一个木舟 有一个女孩子会穿着红色的衣服 在水上那边表演跳舞的人 其实是一个以前的一种故事 如果你跟着我们的路线的话 我们其实住的地方是在下游 而我们是慢慢慢慢往上走 不过我们没有去到上游 因为我们脚真的很累 我们只是记得到最热门的地方 就是那个中游的北门码头上的那个雪桥 我今天到那边其实已经很够很够本啊 不捨得往上玩 除非你还有力气去探索啊 我们的脚型是差不多要飞了 现在是下午时间六点 该我们在房间里面休息了半天 来凤凰古城我觉得 晚的话我觉得一天也是够的吧 比较轻松的话可能可以两天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张家界吧 你在张家界的50元可以住多一晚 因为我们那边住两晚 其实可以住三晚 那边的圣灵公园是太大了 玩不够的感觉 在凤凰古城可以少一晚 我们就去租一个苗湖 去拍一个晚上夜子 这样小孩子穿多可爱 我们来中国玩 记得下载美团这个apps 然后来到凤凰古城哦 有超多餐厅是在美团上有配套 有约会的 因为外国人可能下达不到 不过你可以拿它来到店面 然后跟他讲我要美团的这一个 这个配套 可以现场给钱 然后来到凤凰古城 如果你是美食爱好者 这边有两样菜是必须来尝试一下 一个就叫做石锅鱼 另外一个就叫做雪巴鸭 技术啊 是吃这两样菜的技术 我们是怪人 所以是得到的资讯 有没有什么错误要跟我们讲一下 好大一个石锅鱼 好大一个鱼哦 你看 我们两个人吃这么多 你们看一个石锅鱼 一个焦化鸡 可以韩菜 还有饭 这样大的 任拿 任你拿 茶也是免费的 总共是68元人民币 在美团那边的配套 所以超值得 五一饭 哇难多啊 五元六十 三个月 再开车子吗 老哥 影片 我们的Youtube 我们的我 没有啦 还便宜 没有钱 那小哥哥都爬头了 好尴尬的 以前我们就是卖你这种衣服的 现在是苗胡是非常虎牙 前三年我们是做衣服生意的 我们也是在这里买的 也是在这里买的了 对 四十二元前天哦 还免费化妆 算很不错哦 尴尬一个人等着化妆 哇 好看啊 这一整套下来才40元 包化妆包头饰 苗珠小姑娘 这次的苗胡体验是蛮不错的 因为才40元 可是你需要有自己的摄影师自己拍 有可能跟你的姐妹啊 跟贵妇 跟男朋友 他就是你的摄影师 你们可以互相拍 第二个感想就是 头好重 我觉得你们可以选那种 另外一种雕饰的 哇 这个头好重 这种虽然是很壮观啊 可是 你戴主了 我已经这样要断了 终于体调以前贵妃的痛苦 我试着脱了 更好看 拍的照片更好看 脸比较瘦 嗯 我们的凤凰古城的三天两夜 结束了 现在要回去长沙 听讲这边是打不到滴滴的 所以只能夜车 不然就是在外面打车 凤凰古城真的很大 大过凤凰古镇 走到你脚不爽的意思 但是 这真的是很漂亮 早上的凤凰是素颜 晚上的凤凰变咬眼 不管是早上也还是晚上的时候 都非常的美 虽然它很大 不过它的重复率太高了 就是每走几间就一样东西面 因为现在就是 游行这种苗族服装嘛 所以你来到凤凰 你会看到好多家装的那种店面 可能你不要抱太大的 expectation 就是 它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自己relax走的话 是很好 这边的景色真的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来店面 我问一个其中一个 旅拍的那个owner 他就讲 半个礼拜的时候 每一间给拍店面的那间 服装租借 是完全激劳 一间衣服都没有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不想要太多人 就是可能你没有来拍照的话 你又不想要太急 太pack的话 不要选周末 不要选假期 不要选旺季 对我们而言 值不值得来凤凰古城探索 对我 一直一定要来 这个蛮多的东西探索和恩怨 还有很多种 那种星星设计的桥 风桥 云桥 雾桥 雾桥 雪桥 很多一个桥可以给你过来过去 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那个挑言 那我问你啊 你还会来第二次吗 不会啊 太多了 好了 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拜拜 记得关注哦 想要看更多影片 点击这边哦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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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